你见过有五个霍普融合而成的怪兽 希望皇之彼岸霍普吗 就在刚刚 有马和星光体拿出了一热同心的最终模式 以无敌之姿印了一骡子的手牌 首先要发动的是 魔法卡蝶光的下落苏生 通过将手牌中等级四以下的怪兽送进目的 即可复活目的中同阶级的超量怪兽 而在复活希望皇霍普的同时 还能根据霍普的阶级数量 去除对方怪兽同数量的素材 发动陷阱蝶光恐吓 该效果不仅能无效掉叠光效果 还能令玩家抽一张卡 并且根据几方场上所拥有的怪兽素材 恢复自身七成五百的生命值 与此同时 由于有马没能夺来素材 所以导致霍普的攻击力要降为零点 不过就算没有搞掉内修的素材 也无伤大雅 只见 一热同心下的有马总算拿出了生尖魔法 现硬的星光之力 为此 星光体还想个合理解释 原来这张卡就是埃利法斯在消失前 交给星光体的翻盘之卡 不同内修的七皇之剑 星光之力是能让自己场上的超量怪兽 进化到更高形态的神卡 以希望黄霍普为素材 升接召唤序列39 此刻 以往出现的各种霍普齐聚一趟 全都化为本体霍普的盔甲 以此召唤出更高级别的霍普 有马召唤及攻击 反正比安霍普可以不受对方卡的影响 能修紧急叫停 即便能无效效果 但寄望黄一经的攻击力 也足以碾压两个半霍普 果不其然 比安霍普刀都要砍卷嫩了 都没有凿穿寄望黄的盔甲 不过就在这时 有马为比安编辑了二重效果 那就是在战斗阶段 将对方怪兽的攻击力变成零 好家伙 有这效果你不早用 寄望黄刚才差点没忍住 反杀了霍普 不愧是气皇之手 都这样了还覆盖了一张 可以结束掉战阶的陷阱卡 有马不甘地为之一怒 还好 这张陷阱卡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需要玩家承受同对方怪兽 攻击力一样的伤害 无奈 有马只能模仿内袖 也来了个死亡三连盖 轮到内袖 命令寄望黄一经发起攻击 就是现在 发动陷阱敌方弱者 效果在超量怪兽发生战斗时 让素材少得一方攻击力上升 至于上升的数值 则要根据对方怪兽的超量素材 没有一个就上升600点 未来 未来